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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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电影拍摄的场地 疯狂的赚钱 正是因为李连杰的这一举动 李连杰被感动到 李连杰称为李连杰做了一个十年之一 要是两人在十年内的感情不变的话 就将李连杰光明正大的娶回家 最后两人的承诺兑现 李连杰成功的将李连杰娶回家 在当年 李连杰的容貌不仅只是迷倒了李连杰 据说 当时香港的赌王和鸿燊对李连杰也是非常的爱慕 李连杰有一次与赌王一起跳了一段舞蹈 被人们给拍下来 两人看着显然是默契十足 十分的般配 当时的赌王很喜欢用舞蹈来交朋友 而赌王的第四方太太梁安琪 就是因为跳舞而结实 这张照片被梁安琪看到后 很是生气 还曾 要派人追杀律志 让其断了这个念头 幸亏当年有赌王和鸿燊在中间进行了和解 才让这件事情不了了之